大家好 剛才我聽了Gobi哥的分享 最近我喜歡聽Gobi哥 又喜歡聽阿慈和沖繩 李之徑也會聽 但他們始終是一些政治的人 他們看的東西會比較政治敏感 我喜歡分析多些 我自己喜歡沖繩和馬子就是因為喜歡的聲音 聽出來有時候沒有那麼舒服 有點像以前眼淚舞那些催眠曲 好像說得很壞 我覺得是舒服 令人比較平靜 Gobi哥說海洋公園現在有經濟問題 向政府申請106億左右 再重組一個配件給大家 Gobi哥當然是覺得 不知道法民會不會難路呢 因為海洋公園都說了全資是香港政府的 所以如果海洋公園破產 有點易打過 政府破產 政府旗下的東西破產 基本上不行 但我覺得法民應該會很難 這個事實就是因為他想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大家如果可以的話就去一去吧 有特別節目可以去一去吧 當然我也覺得是貴的 但現在正在做一些公開的公開會不會太貴 因為我說得比較不會太好 我去就不花錢 原因我去就不花錢 因為我有白卡 即是有所謂的白卡 即是精神病的白卡 白卡證明你是傷害人士 所以我是可以免費的 所以我也想過 如果我朋友想去 我都可以和他一起去 我朋友就會半價 所有白卡的持有人可以自己免費 在任何日子都可以去海洋公園 還有可以帶多一個朋友 而那個朋友是可以半價的 所以就看看有沒有人陪我去海洋公園 因為我去就令海洋公園虧錢 希望可以帶多一個朋友 令海洋公園賺少許錢 我上次都 對上次都光顧我媽媽回來 好像我和我媽媽不用錢 我姐姐用了我帶她的quota是半價 我們三個人都好像在那邊 有海獅體的餐廳 即是有海獅金魚光的餐廳 那裏都吃了幾塊水 OK啦 當然如果大家要去海洋公園吃的話 其實這事實很貴 如果你真的去餐廳吃的話 但也是一個大家的回憶 如果大家可以的就去吧 所以我說是尷尬 因為我免費的 所以我去到基本上幫不到去什麼 最多是買東西吃買東西喝而已 所以有點尷尬 另外一件事就是 大家要小心一點 過年 不是說大家小心不要和別人沖洗 因為近來 令方守了很多這些 例如紙彈、槍鞋、土石炸彈等等 他搜到有這麼多 但不知道他未搜到有多少 而且 今個星期日 他其實是申請了遊行 但警方是不批 只是被批去集會 其實警方做這個方法是很對的 因為你遊行你到處走 那些人可以到處破壞 但你集會他就可以 在其他地方 你不會到處走 你不會到處破壞 你不會到處散 你明白嗎 所以警方這次做是對的 這次遊行的命題 你已經知道他們想做什麼 是叫天下制裁 難道制裁他自己嗎 當然是制裁警方 不好意思 氣管真的差 當然是制裁警方 即是他們擺明是要破壞 那警方為什麼還要批你遊行 這不是政治打壓 絕對不是政治打壓 你擺明是要玩的 但是高比哥剛才那段話也有說 他們其實都叫做一些勇武 如果那個不是你的地頭 他們本身是遊行 是想在和我玩中環那些地方 如果不是你的地頭 你可以早點散去你的地頭 開化 所以大家 為何故意呢 氣管不好 我只要拍這段片 就叫大家小心點 你要知道 就算警方不批他遊行 他們集完會之後 他們是不是都會開化了 就算警方不批他集會 他們是不是都會集的 是不是都會玩東西 所以大家就小心點 不要到處走 去一些比較安全的地方 也不要帶小朋友到處走 因為除了這個會有機會產生暴力事件 或者有機會產生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但是現在都是有流感 有肺炎 武漢肺炎當然是現在已經有了 流感也是這些時候是高峰期的 大家不要經常被 武漢肺炎 去 去 去 記住 武漢肺炎 又是流感也是 你也要小心 所以就不要帶小朋友去一些人多的地方 盡量 也不要逗留在一些危險的地方 因為新年了 大家都不想在醫院過 或是警署過 所以大家就小心點 希望大家如果去備蓮 祝大家旅途愉快 我今年新年就會去香港 即農曆新年會去香港 就會和大家一起去 經歷這個新年 我會覺得他們都是 新年可能會搞的 我們初二的煙花沒有了 也沒什麼所謂 小一年也沒什麼所謂 但也要省錢 這個事實 我不知道初一的花車遊行有沒有 但 全市中暫時還未公佈有沒有 即未公佈有沒有cancel 但我基本上就想cancel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雖然很可惜 但因為你始終人多 就可能會混雜了些人 尤其是他們現在發展到 可以土製炸彈 和遙控炸彈 所以我覺得 人多的時候會 令他們著弱的大肆破壞 因為 你想想 他如果 他真的引爆一些東西的話 人多 第一 就容易受傷 多人受傷 然後是做混亂 他又容易走 所以 大家 可能 就算是新年 也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因為我也擔心 你們會受傷 因為人多的地方 就會幫助到一些暴徒做事 他們就想不停擦擦存在感 可能幫特朗普選舉 又或者幫下一屆立法會選舉 所以 今天香港警察說了 他們搜到一些子彈 是經過 一些速遞 或者一些油包 是由美國運來的 所以 他們應該會 幫助美國選舉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享受到這些寧靜 也是警隊的功勞 我今天看了很多套 《香港警察》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真是 新年沒什麼工作 又對著那些困難 真是很無忍的 我後來就發現 原來警隊是做這麼多事情的 那個就是 警隊 那段片就好像是今天 還是今天 不知道 但他的 date 不知道是寫16號還是什麼 他就說 他只是好介紹了 警隊 主要是說八十元 之前警隊找了一個 水渠通 就是一條炸彈 然後就說 什麼時候找到一個 什麼種類的炸彈 什麼時候找到什麼 什麼種類的炸彈 什麼時候找到什麼 什麼種類的炸彈 當然 薩姐是不記得 因為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薩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說 第一個到現場的 是警員 第一個接觸炸彈的 是警員 然後 當然 專家看完之後 覺得不能移除 要馬上拆的 炸彈那個 也是警員 我以為警員 搜尋 就是警員 逛逛 室 就是 防暴 但原來 原來 是這麼危險的 拆炸彈也是去的 他們真的很危險 所以當然 拆炸彈是另一組 其實警員無時無刻都處於一個 尤其是現在處於危險狀態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訂閱香港警察 再認識更多警察 大家就會發現 他們口中的黑暴其實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水管炸彈 他們報道說 拆的時候由於不穩定 是有碎片飄出來的 而那個碎片是弄到一個鋼門 即是好像電梯座還是什麼 但如果那個不是鋼門 是一般的木板 可能就已經BB 但亦都說了 如果這個炸彈在私家車內爆 整七人都會死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 我們如果沒有警員的話 這些炸彈真的在大事大事地炸的話 我們香港可能會有很多人死傷 大家可以想想 究竟誰才是我們真正的朋友 究竟誰才在守護我們呢 即是他們的人說他們在守護香港將來 但他們不在守護我們的命 他們當我的命 可能他們愛隻狗 他們珍惜狗的命 也不珍惜我們的命 你想想 這些爆炸品一定會相及無辜 你不會說不相及無辜 他們扔那些所謂的強水那些 他們能夠控制那些水 只是向著警察嗎 不會的 那些水可能會被淺到其他市民 他們是不會想的 如果不是警察下手到這麼多炸藥 這麼多爆炸品的話 他們真的拿出來用的話 那我們現在還有沒有呢 這個香港還有沒有呢 你身邊還有沒有人可以完整無缺呢 可能因為他們已經做了一些土製大彈 其實不是專業的 第一 第二就是你想想那條水通的炸彈都穩定性不高的時候 那他可能其他東西都是穩定性不高 還有他現在又說做些什麼嚴控炸彈 他想怎樣玩都可以 這些根本已經是恐怖分子 他基本上是用全香港人的性命去壓上去 去要脅政府 那你可能說我不想死 那我是不是要歸順向我告訴你 他已經拿了全香港人的性命去壓上去 那如果是的 我反正都拿了一條命來壓 被人壓 與其我自己立場 不代表你立場 我覺得與其你拿我的命去要脅人的話 那我就寧願拿我的命跟你反抗 那當然你們可以有另外的選擇 但是我只是想看 告訴你 其實 無論你歸順那些暴徒也好 歸順那些所謂的法民派也好 他們根本沒有當過你是什麼 如果他們有當過你是什麼 他們是不會想著有炸彈這件事 他們真的不會拿炸彈這件事 他們會研究炸彈 研究槍械 其實他們就預計了與警察對著幹 你覺得他們會只是看著警察來掃嗎 他們掃到你 他們最多都會說對不起 他們就會跟你說 犧牲一點 我們為你們擋子彈 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們應該幫我們擋子彈 就會這樣 他們從來不會問你意願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想清楚 誰才可以救到你 誰才可以令到這個社會再次回復安定 所以大家真的想清楚 接下來立法會選舉 真的想想想 是不是真的要選那些人 還是選一些建設性 真的可以將來立法 令到槍械被管制 或者令到某些東西被管制 而導致那些人不敢這樣做 你現在槍械基本上是香港的犯法 但為什麼還可以有這麼多東西運到過來 就是因為有一班人去煽動那些小朋友 也有一班人去做聯絡外國的勢力去運這些東西 香港本身不會有槍械的 大陸也不會運槍械過來的 所以究竟是誰害到香港 誰害到你們現在擔驚受怕 誰害到你們現在 保住小朋友都擔驚受怕 你們是不是想 想將來小朋友上中學的時候 就要出來面對這些槍械大雨 希望大家真的想清楚 這次就說到這裡 大家接下來這段時間 真的小心點 不要令到自己新年受傷 OK 拜拜